大家好 我们这边就先开始 因为快点开始快点结束 不耽误大家吃午饭 我是来自于火山引擎的工程师 我叫钱磊 然后主要在火山引擎做容器服务平台 给用户提供一些托管的Kubernetes 然后最近一年我主要在做集群弹性方向上的工作 主要是利用Clust Autoscaler 去帮用户集群做自动扩缩容 来提高节点的使用率 节省成本 那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作为云上的Kubernetes平台 在帮助客户实现资源弹性的过程中 碰到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挑战 我会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Clust Autoscaler 以及它内部的一些流程和实现方式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它的工作机制 然后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客户的使用场景 然后会把重心放在 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中 最后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来避免踩到类似的坑 OK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Clust Autoscaler 那这个单词比较长 我后面就全部简称CA了 然后CA这个项目 其实关键点我已经在这里面飙红了 这一段话摘自CA项目的Redmi 然后里面有几个高亮的部分 第一个是说它的一个能力是 自动调整集群的大小 简单讲就是做扩缩容 第二个是说它扩容是因为 集群中的资源不足才会去做扩容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一个缩容判断 缩容是第一个要节点的使用率 去低于预值设置的这个使用率 超过了用户的 低于用户设置的那个值 第二个是说这个节点上 它的已经存在的这些Pod 能够调度到其他节点上面去 在这个条件下它才会去做缩容 这张图展示了在用户视角下 CA扩容的一个情况 当集群中出现PendingPod的时候 没有节点能让这些 节点能让这些Pod调度上去 因为资源已经不够了 所以CA就会去触发扩容 往集群里面加新的节点 让Pod调上去 然后在节点的使用率比较低 比如图中低于50%的时候 那CA就会把这个节点去给它删掉 然后节点上的Pod就会被重新被驱逐 然后重新调度到其他节点上面去 这样一来 集群中总的这个工作负载情况 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因为节点数减少了 剩余的这个节点数减少以后 整体的集群的使用率就提高了 那对用户来说 这相当于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下 大致的一个工作流程 其中细节会比较多 然后我这边大概解化了就这么三个流程 第一个CA会是先从集群中获取相关的数据 比如说节点还有集群的状态 需要调度的这些PendingPod 以及做一些必要的清理工作 比如说去清理创建失败的节点 过滤还没有Ready的GPU节点等等 然后第二部分是做扩容 接着再做缩容 最后结束以后 再等待一段时间以后 再从头开始 所以CA是一个定期重复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在扩容阶段 CA会先找到集群中无法调度的PendingPod 然后试着把这些PendingPod和集群里的节点池 做一个匹配 看看每个节点池上 都能满足哪些PendingPod的调度要求 有的节点池它可能满足不了 PendingPod的调度要求 那节点池即使做了扩容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不能解决这个PendingPod的调度问题 然后这些节点池就被排除掉了 那有的节点池 它能解决一部分的PendingPod 那就会把这些节点池保留下来 那对于这些保留下来的节点池 那CA又会去计算说 我这个节点池需要扩容多少个节点 才能满足这些PendingPod的资源用量 然后接着 CA再从这些节点池里面 按照用户设置的一个扩容策略 比如说随机选择 或者按照优先级或者最少浪费 这样的一个扩容策略 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节点池 然后去做扩容 那扩容它实际上本上做的事 就是通过接口去告诉厂商 我这个节点池需要新增多少个节点 那后续具体的这个节点的创建 加入集群这些动作都是由厂商来执行的 然后在缩容阶段 CA会先找到使用率低于预值的这个节点 看看这些节点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Pod 那如果没有Pod了就认为这是一个空的节点 那空节点会被优先的批量的删除掉 然后删除完空节点以后 那剩下的都是上面跑的一些业务Pod的节点 CA会再判断这些非空的 有业务Pod的节点上面 这些业务Pod是不是可以调度到其他节点上去 那如果CA模拟出来说可以调度到其他节点 那CA也会把这个非空的节点的信息告诉厂商 让厂商去把这个非空节点给它删除掉 这大概就是一个CA的整一个过程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细节省略了 但是给大家梳理完 应该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大家可以理解到 第一个就是CA中的逻辑 它是定期在运行的 第二个是在整个扩容的流程中 在整个流程中它其实有扩容和缩容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会比较独立 扩容需要计算新增的节点数量 按照扩容策略去选择节点池 然后缩容就只看节点的使用率 和上面的POD是否可以被重新调度 然后这次分享的客户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任务分发平台 他们主要是做P计算的场景的 他们不同的计算任务 会通过他们自己的任务平台 下发到Kubernetes集群里面 每批计算任务对应着一堆的POD 不同的任务所需要的资源不太一样 那CPU用量有大有小 有的也会使用GPU 不同的任务他们对应的POD的数量 也不太一样 有的小的可能几百个 多的可能几千个甚至上万个 然后分值的时候 整个集群甚至到过两万POD 这么一个级别 一般业务高峰会在晚上 从凌晨开始跑 然后一直跑到第二天早上 那这些POD的镜像也非常的大 这个在弹性场景下 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业务特点 然后在这样的业务场景下面 为了节省成本 客户很自然的就会去使用 CA这个组件 期望在他们的计算任务下发以后 节点池能够自动去扩容 加入一些新的节点资源 让POD掉上去 那在计算任务跑完以后 节点空闲下来 CA又会去把这个节点删掉 避免资源浪费 为了提高装箱率 减少资源的碎片 那客户也会去设置 POD的Resource Request 尽量和节点池的规格一致 让每个POD都尽量能独占一个节点 然后客户在上量的过程中 其实并不是一帆分顺的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在大规模扩容的过程中 会出现大量的扩容失败 那CA触发节点池扩容以后 它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 一部分节点能够创建成功 调度了部分的这个计算POD的上去 那另外一部分节点 它就会创建失败 然后这些创建失败的节点 在随后的这个CA的运行过程中 又会被删掉 然后因为还有这些部分的计算POD 处于pandion状态 又去触发CA的扩容 然后又有失败 就这么周而复始 那用户在体感上 使用体验就非常的差 第一个是说 因为看到了非常多的 这个失败的扩容记录 对于我们厂商 这个信任度是有下降的 那第二个是增加了 不必要的这个成本 因为这些创建失败的节点 他们虽然没有加入 集群被客户使用 计算能力没有用起来 但是这个节点对应的 背后的云服务器 它是实实在在被创建出来的 那从云服务器的创建到删除 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云服务器还是在继续收费的 所以用户花了钱 资源又没有用上 对用户来说 其实增加了一些无谓的成本 然后我们调查发现 节点扩容失败 主要是因为这个云服务器 在初始化 Cubernetes组件 加入集群的这个过程中 是有一些超时 他们很长时间 都不能加入到集群里面 超过了我们预设的一个 四分钟的超时限制 所以我们会认为 这是一个异常的节点 那异常的节点 随后又被CA给它清理删除掉 那我们当时也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云服务器 不能加入到集群里面来 那我们后面发现 是因为这个云盘 它的写入速度特别慢 对 然后这个云盘速度特别慢 主要是因为我们给云盘服务 带去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压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 云服务器自身在启动 初始化Cubernetes组件的时候 比如安装系统的软件包 或者从OSS上面去 拉取Cubernetes的安装包 做解压这样的动作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磁盘写入 这样的操作的 但一个节点可能还好 当几百个节点你同时拉起来 都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会对EBS服务 就是云盘服务 弹性快存储服务那边 会有一些压力 但这个压力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第二个主要的压力来源 是说云服务器上 就加入这个节点 加入集群以后 破的调度上去了 那开始拉镜像 在正常的规模下 其实这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当有几百个节点 然后上面的镜像都十几个距 在同时拉的时候 那不管是对网络带宽 还是对磁盘写入 包括对后面的云盘的服务 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那云盘服务压力大了以后 就会影响到新创建的这部分 ECS他们的一个写入速度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 资源增强的情况存在的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直观的 是对同时扩容的这个节点数 做一个限制 那虽然社区中当前 社区CA并没有 对同时扩容节点有什么限制 但是在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除了我们碰到 云盘写入压力这个瓶颈以外 可能也会存在其他的瓶颈 所以对扩容的节点数 做一个限制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那我们根据云盘的吞吐能力 计算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 同时的扩容节点数 比如说限制是100 那这样的话 用户他看到的就是 100一批 100一批的去扩容 那这些节点的成功率都 非常的高 基本上都能扩容成功 那虽然扩容的批次增加了 但是它的扩容成功率 也对应的提高 那整体的云盘的这个 写入流量也更加的平滑 整体的扩容速度也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然后我们碰到的第二个问题 主要是极致的性能问题 那这里面又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扩容的性能 我们客户对这个扩容的端到端的速度 要求可能会比较高 比如要求要在五分钟之内 拉起500个节点 然后这些Pod都能跑起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因为在客户视角下 他们计算任务的这个启动延迟 大概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下发任务 机率中出现因资源不足 而导致的这个PendingPod 那第二个阶段是CA感知到 这些PendingPod以后 去触发节点池的扩容 这个阶段一般是秒级的 那如果是使用了GPU的Pod 它可能会延迟到30秒 那这里CA它不立马扩容 要等几秒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出现了最新的这个PendingPod 创建的时间离现在比较近 那可能后面还会有新的PendingPod 被创建出来 那比如Deployment的这个副本数 我们从零改到一千 那可能就要几秒到几十秒的过程 去做这个Pod创建的这个动作 所以CA它宁愿多等一会儿 等所有的Pod都创建完了 才去做这个扩容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CA它感知 它做了这个扩容的动作 告诉厂商 那厂商这边要去创建云服务器 把云服务器注册到集群里面来 这个阶段一般是分钟级别的 那在我们这儿是大概在两分钟左右 不同的厂商时间可能会不太一样 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 节点加入到集群以后 PendingPod被调到节点上 那如果PendingPod的这个数量 还有集群规模不是非常的大 Pod的调度条件也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相对整个过程来说 这个阶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最后就是节点上的这个Pod 被调上去了 开始拉镜像开始启动 那这里面这个耗时其实是不太稳定的 比如同时扩容的这个节点数量比较多 容器经销比较大 那很可能就会受到厂商的限制 比如说达满厂商从那个镜像仓库 拉取的这个带宽限速 或者刚刚提到的EBS的存储的这个限速问题 然后在这张图里 其实会有多个节点 在这个拉镜像 对 一般除了用户自己的计算 Pod在拉镜像以外 其实还会有一些系统组件的Demon Set 比如说网络组件 还有一些日制组件 这些其实也会在拉镜像 然后这些镜像的这个拉取 也会大量的同时的从这样仓库拉 很容易达到网络瓶颈 这个刚刚提过 也会给这个云盘服务带来压力 如果500个节点同时扩容 每个节点上都在增强这个资源 这个网络带宽或者次盘写入带宽 是没有办法达到刚刚说的 要在5分钟内扩出500个节点 并且都让Pod的Running这么一个 比较极致的性能要求的 然后在这种性能要求下面 我们采用了这个自定义系统镜像的方案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这个自定义系统镜像 是指云服务器的这个系统镜像 那我们先在云服务器里面 把这个容器镜像 Docker Image给它拉下来 然后把云服务器导出为 一个自定义系统镜像 在业务的这个把业务的这个容器镜像 固化到系统里面去 这样在后续节点是扩容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自定义镜像去创建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加入到节点以后 这个容器镜像它已经在这个节点上了 就不需要再重复去做拉取 那破的就可以基本上做到秒级启动 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耗时 给它基本上就砍掉了 那这个方案其实也有一些弊端 比如说我们在整一个容器镜像固化到这个系统镜像以后 因为容器镜像它经常在发生的变化 所以这个自定义系统镜像 它也经常需要重新制作 这个会非常的麻烦 那如果这个镜像更新比较频繁 这个自定镜像的这个制作也要跟着一起很频繁地变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容器镜像做一下 拆分把这个数据量比较大的 又不怎么更新的这些静态数据 打包到基础的这个Docker Image里面 做一个base镜像 然后再把这个base镜像放到 自定义的这个操作系统镜像里面去 这样也能简化说节点在启动以后 拉取的这个镜像的数据量的大小 然后使用了这个方案之前 我们扩容500个节点 那在单批次这个运行 单批次扩容70个节点的这个情况下面 每个节点一个POD 每个POD10具这样的镜像大小 我们整个从CA扩容到POD最终 Running起来大概是需要22分钟的 那用了这个镜像 因为不需要拉取容器的这个镜像 用了这个方案以后 因为不需要拉取容器镜像了 所以刚刚说的这个云盘的服务压力就没有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扩容的这个并发限制给它放开 从0直接到500去扩 那从POD下发到最终Running 这个过程可以在4分30秒内完成 并且云盘它整体的这个写入流量 从分值比较高的14Gb下到了6Gb 减少了非常多的数据写入 那这个方案其实在做快速扩容 或者说对扩容的这个端到端耗时 非常敏感的业务 在这种场景下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然后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极致的一个扩容场景 那我们还有一个说是在缩容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的客户他的计算任务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会触发不同的这个节点池的扩容 比如说用户他可能会先来一波这个GPU的计算任务 触发了节点池A的扩容 那节点池A它是GPU节点 在计算任务A快结束的时候 可能又会下发新的CPU的计算任务 触发CPU节点池的这个扩容 那按照客户的预期 节点池A的这些GPU节点在结束以后 因为上面没有GPU的这些POD了 所以节点的使用率很低 可以在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被缩容掉 但实际上节点池A的这个缩容 会被推迟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些资源其实是空闲浪费的 那当时我们也很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节点池A会被延迟到这么后面 然后后来调查发现说 CA内部的这个缩容流程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冷却时间 表示扩容多久以后 是不能对这个节点做缩容的 这个值是由用户设定的 那这个值是一个集群级别的冷却时间 每次节点池的 不管哪个节点池扩容 这个计时器都会被重置 那么在大规模多节点池的 扩容的情况下 这个为了保证 刚刚提到那个成功率 我们对节点池做了分批扩容 那比如1000个节点 我们需要分10批去扩 那每次扩的时候都会对这个冷却时间做一个重置 所以节点池A在节点池B的十字扩容中都无法被缩容掉 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浪费问题 那当前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有了一些解决方案 但蛋白还是处于一个草稿阶段 这个解决思路就是说把这个冷却时间 这个计时器改成了一个节点池级别的 那每个节点池它就只针对自己的这个扩容过程做倒计时 不受其他节点池的干扰 我们在生产环境上对这个方案做了一些验证 确实很好解决 很好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那在计算任务结束后 这个节点池A很快就会被缩容 那这个缩容时间的这个缩短其实就是客户成本的这个降低 在这个方案使用之前 那集群整体的这个装箱率大概是在80% 其实最低的时候也到过60% 然后用了这个方案以后装箱率就直接提升到了97% 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然后刚刚讲了稳定性还有一些性能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碰到的规模带来的问题 那用户是用自己的任务分发平台去下发这个Pod到Kubernetes集群的 那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控制任务的下发速度 分值的时候集群中有会有两万多个这个Pod 那其中pendingPod的数量甚至达到了一万八 那在这么大规模下我们这个CA直接就僵死了 那上面这个图中是集群中Pod的数量的一个情况 那下面是我们的这个CA的日制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Pod的数量突增的这段时间里面 那CA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日制输出的 那集群中的这些节点也没有做扩容 那CA的客户的这个计算人物被大量的这个堆积阻塞 然后我们调查发现 CA的它的这个卡住主要是在这个调度预测这个阶段 就是在这个阶段 CA它会计算每个节点池需要扩多少个节点 才能满足这些Pod的 pendingPod的一个资源用量的这个情况 那为了复现这个问题 我们做了一些压测 期望能找到这个耗时的主要原因 方便对针对用户的场景做一些优化 那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pendingPod的这个数量 为此我们设施了两个不同规格的节点池 然后往集群中去下发大量的pendingPod 那这些pendingPod的通过资源用量 调度到其中的一个节点池上 我们发现随着集群中 pendingPod的数量的增长 这个单个节点池的整体的计算耗时 是不断上升的 在2.2万Pod的时候 单个节点池的计算耗时 会到400秒左右 大概也就是在7分钟 而从Pod的视角来看 单个Pod的平均耗时 也是线性增长 虽然pendingPod的数量规模达到了 但是实际上CAE将死的时间 就是当时我们客户的情况 远比我们这个测出来的400秒要多 所以我们为了接近客户的 真实的使用方式 将Pod的这个调度逻辑做了修改 从之前的资源用量去选择节点池 改为了使用节点的弹性 节点的清合性 那我们发现在不使用节点清合性的情况下 整体的耗时跟第一次压测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使用节点清合性 那pendingPod的数量在1.8万的时候 那整一个调度预测的耗时就达到了700秒 右侧这张图中蓝色的这条曲线也说明 单个Pod的这个平均计算时间是比之前不使用节点清合性的场景增长得更加的快 那整条线上升的速度更快 斜率会更高 然后除此以外我们继续这个控制变量 在之前的单个节点上是只跑一个Pod的 那改为了单个节点上去跑八个Pod 这样跑完以后 预期添加到集群中的节点数量是之前的1% 同时整一个计算耗时也比相比之前的曲线也更加平 接近躺平了 那从上面三次压测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就是pendingPod的数量越多 那需要计算的耗时越久 并且每个pendingPod的耗时随着总数的增加而增加的 第二个是使用了节点倾核性的pendingPod 在做调度预测的时候耗时也会更久 然后第三个是预估节点数量越多 预测调度预测的耗时也会越久 第四个是可被调度的节点数数量越多 调度预测越久 那这是我们压测的结论 那从技术理解上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现象的 然后CA在估算节点持续要扩容多少个节点的时候 内部它其实是有一个快照的 这个快照包含了集群中真实的Pod还有Node的情况 一开始这个快照里面只包含了集群中的节点和节点上的Pod 那如果集群中有多个节点池 CA会先对每一个节点池做一下计算 看一下哪些pendingPod可以调度到节点池上面 就这张图里 因为如果节点池它不能满足pendingPod的调度要求 即使扩容了其实也没有用 然后在这张图里面集群中一共有八个pendingPod 那节点池A它能满足所有的pendingPod的调度要求 而节点池B只能满足六个 这个过程的就是pendingPod跟节点池匹配的这个过程 它的复杂度大概是个O的N的平方 跟Pod的数量还有节点池的数量有关系 当然也跟Pod自身的这个调度条件有关系 调度条件越复杂 做这个耗水就会更久一点 那做完这一步之后 CA会再根据节点池和节点池上的这些pendingPod 去计算需要扩多少个节点 比如这里节点池A 在能满足八个pendingPod的这个调度条件下 那CA会先把这些pendingPod 和快照里的节点做一轮调度模拟 跑一下schedule4imwork里的prefilter和filter这两个阶段 看看能不能正常通过 那如果能通过 其实就说明这些pendingPod是可以调度到快照的节点上的 那如果不能通过 CA就会根据节点池A的这个规格信息 构建出一个虚拟的假的node 放到快照里面去 然后再做刚刚的这个调度模拟 此时这些pendingPod是可以顺利地调度到这些新的fakenode上面的 那CA就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它这里面所有的pendingPod都能加入到快照 那此时快照里面新增了多少个虚拟节点 其实就代表了节点池A 在后面需要多扩容几个节点 然后这里面这个节点池B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在我们的例子里面 节点池B的规模会比节点池A小 所以我们通过刚刚的这个分析 整个过程的复杂度是接近于O的N的三次的 跟这个pendingPod的数量 还有快照中的节点的数量 还有节点池的数量是比较相关的 那这跟我们压策的结论也是一样的 就是pendingPod的数量越多 节点池越多 预估的节点的数量越多 调度条件越复杂 你整体的这个扩容耗时就越久 那这个问题其实在社区 在去年是已经解决了 然后解决的方式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限制节点数量的上限 就是减少快照中节点的数量 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观点 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对扩容的节点数量 做限制 这个其实是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是不太稳妥的 那第二个是对单个节点池 整体的计算耗时做一个限制 比如这里是不能超过10秒 那如果超过了10秒 我们就截断这个过程 后续的计算我们就不进行了 那当然这个特性是在比较高的版本才支持 那如果大家使用的CA 还是在1.25版本以下的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解这个问题 然后基于刚刚的那几些问题 还有解决方案 我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那如果业务对扩容的这个延迟比较敏感 而期望能更快地让POD去启动 可以考虑将一些静态的较大的容器镜像 打包进云服务器的这个系统镜像里 去加速扩容 然后第二个是稍微控制下集群中的PanningPOD的数量 来确保集群和扩容的稳定性 因为PanningPOD的数量过多 单一资源的数量过多 会对集群本身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然后对扩容的稳定性也并不是非常的好 然后第三个是说对于不需要弹性的节点池 就直接关闭掉 避免CA在这些节点池上的一些算力的浪费 这就是我带给大家的建议 好 这就是我全部的分享内容 好 那边同学有问题 喂 您好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就是CA它是谈服务器谈node 然后其实火山还有其他的产品 就比如说VCI直接谈POD 就这两个产品我怎么样去做选择呢 这其实是一个方案选择上的一个讨论 就是你既可以用ECS去增加你的弹性 也可以用弹性容器实力去做你的弹性 但弹性实力它其实是在价格上 包括在资源的整体的资源量上 可能是并没有ECS充分的 在我们火山引擎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用火山引擎的弹性容器实力去弹 比如说GPU可能是规格是 就库存是不太够的 你想弹可能弹不上去 但如果你用ECS去弹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这是在我们这弹性是两个方向 会有对应的解决方案给出来 行 OK 那刚才讲到库存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CA这个方案 那个GPU的库存是大概是什么情况 会不会出现那种资源不足 这个肯定会有的 因为在现在这个浪潮下 GPU资源是比较昂贵 比较稀缺的 CA它确实会弹ECS 云服务器弹出来以后 是弹不出来 因为库存不足 直接就见不出来 那这个在我们这边的场景 你直接就失败 然后这个节点是会被禁用一段时间 比如说五分钟以后 它再尝试去弹 那这里面就是多个客户之间 对GPU ECS的一个争抢 那这里面可能需要一些销售的协调 来做这个底层的库存的去分配 但这个已经不在CA弹性的这个范畴里面 OK 然后的话就是说那个 就这块那个价格呢 就是说相对整足 这个CA它弹出来的资源 那个价格的大概会差多少 我理解你这边是说 我同样的计算能力 比如说一盒在ECS上和在VCR上两者的一个 对吧 对 对 然后这里面其实不单单是价格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叫装向率的考虑 因为你用ECS去谈 它你可能会有一些资源的碎片 或者是浪费 你并不能把整个ECS的资源给它用起来 那VCR上也会有 那这个装向率的概念 我们现在产品上还在设计 后面可能会透露出来 但是具体哪个高 要看具体的业务场景 还有你POD的规格 以及分发的一个情况 好 谢谢 我这样没问题了 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就先这样 好 谢谢大家